老闆說還有兩 這樣就好 對 然後他說那還有兩個咧 我就說 真的 好無聊喔 其實你就是點大概 兩樣左右的料 綠豆 紅豆 OK啊 對啊 但是因為如果說紅豆跟綠豆 加糖的話 其實相對你那個熱量 就很難算進去 所以與其這樣你就點沒有糖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你也許可以加 如果有的剉冰 有白木耳也可以 那很冷門啦 白木耳很冷門 太健康了 聽起來不太搭 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 對 但是如果這樣聽起來 其實在冰的種類裡面 剉冰 它還不算是比較恐怖的冰 對不對 真的喔 剉冰算是真的 比較可以選擇性的 而且你看它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新鮮的 紅豆 綠豆 芋頭 這些去做的 那風險其實高的就是 昌明哥他那個 前面有幾個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風險高的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拿的這一支 對 就是這個 這個感覺很清爽啊 這個很清爽對不對 這個感覺好像吃完 好像沒什麼負擔 事實上那一支冰啊 我剛剛有看一下 它是三顆方糖的量 這樣子有三顆方糖 所以如果你把三顆方糖 濃在水裡面的話 你是吃不下 可是你剋完那個 可能不到一分鐘就把它吃完 真的喔 芋蘭果耶 對 所以其實它是方糖的量 三顆 所以基本上它是糖水 所以它就是一個糖水的冰 剛剛不是誰說愛吃芋蘭果 就我啊 要不要 先不要好了 先不用 老師講一下 三顆方糖 對 然後那個很有名的類似那種 像冰沙冰旋風這一種的 這種的話它的熱量啊 就是 那它裡面啊 其實你要注意就是說 這種其實你要衍生出一種冰 叫做 你們現在沒有準備的那個雪花冰 我的愛 對 就是本身冰就有味道 對 那其實那個冰裡面 就是糖跟乳製品 就是說 但它通常都是一般 可能比如說高脂的牛奶 跟加上糖 所以你本身你本體的冰啊 跟剉冰來比 剉冰是 就是那個開水做的冰嘛 它是沒有熱量的 所以雪花冰它的熱量又 相對來講又更高 所以如果你是以雪花冰為主體 而外再加料的話 那個可能就更邪惡了 你知道雪花冰現在有什麼口味 那個巧克力的 對 然後Oreo弄成碎片 對 然後淋巧克力醬 加滿天心 然後再加那個花生醬 對 滿天心 還有那個那小熊的盤子 還有麥片 不是 現在厲害 它連那個祭初 都把它加到冰塊裡面去剉 對 仙草冰 它也是把它剉成整個剉冰 裡面早就有仙草 但我覺得那都還不是最邪惡的 還有更邪惡 還有嗎 還有更邪惡 應該是那個冰淇淋的 好朋友們那一系列 這是什麼呢 乃琦系列 乃我的愛 就是像那個什麼 什麼擦旋風啊 然後乃琦 因為它的主體已經不是乳品了 而是就用冰淇淋 把它融化的冰塊那樣感覺 像那個時候 或者現在很流行的 什麼冰樂 對 一大杯 你知道如果再加上那一鍋鮮奶油 一個杯 它其實就是一個便當 因為超過六百大卡 對 沒錯 所以那一桶也很嚴重 那一桶 那一桶巧克力的 我知道女生當什麼撕戀啊 或是電視都在演那種 你都會把它抱著這樣吃 對 那我們問我們 檢重辦的學員 他說他們真的 真的會把那一桶吃完 如果說那一桶 看起來是小的家庭號 我剛剛幫他算過他的那個 熱量我已經不看了 因為實在太高了 就算了 但是它的那個糖的部分啊 那一桶吃完 有十八顆方糖 十八顆喔 加上兩湯匙的油脂 對 所以你吃完它之後呢 你大概十八顆 因為我們女生建議一天 大概是八顆左右 所以你大概吃了兩天多的 一個的金字糖的量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真的會比剉邊來得更嚴重 而且可能會更容易肥胖 真的喔 是不是 因為它有的會標榜說 香濃 柔滑 口感綿密 越是這種感覺的 是不是它的油脂 或什麼糖會相對的 可是我剛剛算它的那個 那個熱量來源 反而是來自於金字的糖 對 它裡面反而是糖的部分 相對來講會是比較高的 了解 那為什麼有時候在國外的 那個超市裡面賣這種 它還標榜什麼 Zero D卡的 或什麼的 它怎麼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是買到D卡的 國外的 像我在美國 我看到那個冰 它寫說它熱量很低 或是零卡 然後它基本上 它用的糖就是比較偏向於 是代糖類的 就有點像你喝碳酸飲料 用的代糖 可是你仔細去比較 那種沒有 就是它寫糖淋的那一種的 基本上它的油的成分都好高 為什麼 尤其是在美國它那種冰 因為它才會香啊 才會滑 如果你今天沒有甜 然後沒有油脂的風味來源的話 你就不好吃了 你就會覺得這個冰淇淋 怎麼那麼難吃 好像偷工減料 所以基本上你要這個冰淇淋 又滑口 然後就覺得有那種油脂的感覺 那相對它的油脂量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剛剛在研究這個冰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從熱量或是糖這種方面來著手 蕭醫師 那如果它的熱量 它相對來講也是可能四百卡五百卡 那我們平常來吃 有很多也是高熱量的食物 就是豬腳 雞爪 內臟 豬肝很多 那個比較的差異點是什麼 我想是它的營養素的 就是它的熱量的來源 這個冰看起來它的來源 大部分其實是糖 甜的 對 甜嘛 甜 所以都從糖類來 而且剛剛營養師一直強調一件 叫做簡單的糖類 對 精緻糖 世界衛生組織他去年他特別講 他說其實我們人一天 一天只能吃二十五克的精緻糖 二十五克其實就一杯五百CC的泡沫紅茶 就解決了 這個就遠遠是超過的 一天的量 對 因為精緻糖多了以後 你血糖容易上升 血壓 血脂肪全部都會上來 所以我說我想這個精緻糖 是最大的問題 那你一般的其他食物 它當然它熱量來源就很多種 但是以冰品來說的話 比較在糖的部分要特別相信 那如果說到吃冰變胖 那案例應該比比皆是 就超特多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特別提到 有一些因為這種冰吃不快 可是用吸的那一種 就真的是很快 就像你剛才說的什麼 薯拉冰之類的 對 有時候它就吸很快 那有另外一款就是說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這樣 她就是一個婦人 然後她就覺得說 我可以吃健康一點了 所以她最喜歡就是 來一杯叫做西瓜冰刷 就是幾乎很健康的幾乎都西瓜 然後加一點點冰塊 打成一杯這樣 她覺得太好了 一天來一杯 有一天吃完一杯之後 突然間覺得 整個人不舒服 頭很暈 就是覺得頭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後來到家裡就跟女兒說 我真的覺得頭很痛 後來就暈過去 後來送她去醫院 就發現她中風